-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石斑瑟,我是杰棱,今天我们准备干嘛去呢? 我们准备去野餐,因为最近在朋友圈还有公众号上,总看到好多人在提野餐野餐, 所以我们就想为什么野餐现在这么火? 所以我们也打算我们在这边,然后也来个野餐 我们已经到了Godly Head了,然后今天的话真的是天气非常的好,非常适合野餐, 回来的缺点就是温度有点低,毕竟是快冬天了,太阳5点钟就下山了,现在已经两点了,没事吧,还有三个小时, 但是天气好,你看我们的身后,就是蓝天白云和大海, 这边就是Godly Head对着了这个海湾,然后往那边的话,往那边的话就是那个Littleton的方向,还有Diamond Hub我们之前去过的, 然后今天的话,因为现在已经是二级封锁了,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好多人,对有好多人都出来徒步啊,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当地很出名的一个步道, 然后那边也有野餐桌,然后大家在这边吃点东西啊,在这休闲放松一下,我们现在到了这个Godly Head的野营地啊, 然后那个车的话,只能停在那个位置,因为它有个铁门拴着了,把我们的东西全都一一给拿过来, 这拎过来还挺沉的,尤其是这大冰桶就是, 路线港区啊,火锅的地坡就是雅翠的野营,而雅翠的地坡就是鸽子花本, 这是我们今天带的,水果什么的超市买的,哎咩,哈哈,然后那个蛋糕是从网上订的, 然后饭团,然后三明治啊,都是我们自己做的,然后这边是我们的饮料, 特意想到这个地点的话,景色不错看,这边看过去的话,那边就是大海。 好,我们带了水壶,里面有热水,我们可以泡茶啊。 好,我们带了水壶,里面有热水,我们可以泡茶啊。 哎呀,哎呀,总算可以舒服了,舒服一点,坐这儿了,弄这么老半天。 再把别人一起吃。 好,那我吃这个。 嗯。 说了好几天的,那个野餐终于计划上了是吧,安排上了。 你这样做舒服了吗? 嗯。 嗯。 这是咩咩在家做的这个日式饭团。 嗯,好吃。 你来酒呢? 嗯。 好,这是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个起泡酒。 我现在把它打开,当然了,这个是没有酒精的了, 因为我们要把它喝掉,待会我还要开车回去, 带酒精的是不能喝的啊。 在野餐的世界里,香槟杯是晨放饮料的,唯一的。 野餐必备的这个香槟杯是吧? 嗯。 哪怕你喝王朗吉也要装在香槟杯里是吧? 好,来。 乾杯。 现在是没有酒精的,但是喝起来真的是跟酒精的那个, 跟带酒精的那个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像那个啤酒也有那种五酒精的啤酒啊, 喝起来也是。 什么时候那个五酒精的白酒啊? 然后在酒厂上千杯不醉的秘诀就是, 我有叉叉叉五酒精白酒。 对啊。 哎呀,我看不见了。 这样吗? 嗯。 一、二、三。 牛奶。 嗯。 给我们自己的奶茶是吧?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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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我先吃一口看一下怎么样。 这也是咪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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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好了吗 看他 不是来吃的 我们是来拍照的 拍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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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碧蟹菜也得怎么样呀 好累啊 拎那么多东西过来 然后来到这边摆了东西之后 还不能马上就吃 然后还拍照拍视频 吃这个 我这个上面有个黄罐 黄罐是我们也的黄罐 哎呀 离不住了 要优雅的吃 好吗 好了 今天的野餐就到这里结束了 今天野餐结束了 我们野了几个小时 野了两个小时 两个多小时 基本上有一大部分时间在拍照啊 拍照录像 吃的话 吃还行 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准备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做胃口 然后就是一边吃一边欣赏景色 然后聊聊聊天 然后再拍拍照 喝一喝没有酒精的假装的气泡酒 原来气泡就挺好喝的 就没有酒精 但是喝完之后还是挺舒服的 不会像有酒精的喝完之后 有可能你还难受我用 好吧 那我们现在准备回去了 那后面长屁 后面就是我们的海天一颗的景色 本天就暖和了 然后到时候可以去去南岛的那种 就是山脚下呀 或者是湖边 湖边那种往上去野餐 那样的话感觉更有感觉 那好了 那今天就这样了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吧 谢谢 拜拜 拜拜